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代表开了小黄车我不太方便仔细介绍 然后请弹幕老师帮忙回答一下好吧 你们在那个弹幕里可以打字的 但是我不方便说啊 在官方置顶可以直接投 沙巴没用啊 沙巴没用 有手机吗 还有谁有 来来来 收一下吧 来手机 现在玩手机怎么一手机 然后我们投时我们胜负时加一分和减一分 投时的空头是加0.5三一只 然后末日恐惧是减0.5三一只 大家可以看着头好吧 谢谢在弹幕帮助解答的小宝贝们 帮助解答的小宝贝们 没用手机了 是吧 有亏贼吗 都有亏是吧 可以啊 来 他还瘦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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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十二没有拿过机械狼 所以我验出他的身份就一定是他的身份 当然他挑了 我本来以为买一送一呢 因为我看到他上井我就觉得坏了 我先说好啊 等会十一投给我 你们不要再像上次一样 硬说别人是纯种平民 硬说别人 因为他就算 投给12 你这样这样这样 我不为难你啊 你是平民你就投给12 你理应来说投给他 因为他的身份没有报错 这个东西和他是没有什么 当然我不是说他抿不到你是平民 我合理怀疑是7号玩家 好吧 脏东西在那边 因为今天两局 我已经跟他两局同身份了 我不认为第三局他还跟我同身份 我说的很清楚了 然后 哎呦 其实最好弄个平票PK 但是剪下三个人 我又不知道怎么安排你知道吧 所以我只能说 只能说 让陈明俊不要投票 但是人家在警察 人家就想投票 你还不安排了 你们自己投吧 没警会也无所谓 反正7的发言 我等会我能听 别的 你好像又又整张待发了 你知道吧 因为你每天都是那种重装歧视 感觉就是自己什么都知道 警上被秒抓 抓完之后就 别的没有 我验了12叉叉 我仅会留 四六成员 不是六四成员 四六成员 我 我六拿个狼 跟我说让预言加双宝 这也是挺亏贼的 别的没有了 12叉叉 我第一天会投12 不可能有另外的什么 这什么机械狼 学了猎人 不可能 就是纯种的小狼 好吧 纯种 可以发证书的那种狼 知道吧 超级狼 过了 不是 我整张待发 我聊了半天 识到不懂 你在聊个啥 你盘了一套复合逻辑 就是你要看 首先啊 你给11打死了一个双金水 对吧 就是一看11号 人家看着这么帅 就是好人 没关系 按照逻辑 人家验了11是金水 你也认 OK 我们暂定11就是个好人 你打了一套复合逻辑 你就说你要验7 然后呢 但是11如果在这个位置 11号玩家能直接投给你 你就不验7了 那7 有没有小小的概率 它是个机械狼 啥的呢 就是你打了一套逻辑 但是这个板子最重要的是 机械狼又跟小狼不见面 你要验7 你就验他呀 那按你那套逻辑就是 如果11是个神 直接反水投给你 当然那你可能 那原家你怎么说都行嘛 对吧 你有失误也无所谓 但你想盘的主体逻辑就是 11号玩家能投给你 你就想盘那7号玩家 不可能在第一天 告诉12错的身份 所以你就想认7是个好人 但你又觉得呢 连续两把同身份 第三把你们不可能同身份 那不是有可 最有可能导出的逻辑 就是7可能是个机械狼吗 那说来说去 不还得验他吗 这个游戏机械狼 跟小狼又不见面 所以你打的一切的 关于你验不验 7然后去由11号玩家的投票来定义 都是拧巴的 都是拧巴的 拧巴的核心点 就在于这个游戏 在这个板子里 狼人有两个团队 所以你说的所有的 关于11票型的定义 根本就定义不了7 这是最核心的点 那咋聊啊 而且你俩 跳了俩 前支位俩都打4-6 这个游戏啥意思 三张井下的 然后两个人都把11认了 好人了 4-6两张牌 全验掉 如果非要在一个12里站边 偏占12那么一丢丢吧 因为你认了11 那肯定是 你这发言稍微认真点 4-6只能验一张 对吗 三张井下的牌 非告我4-6都验 偏偏12一点点 过了 谢谢石屹 谢谢米米 谢谢Liu 谢谢你们的投师 我觉得 一跟12的话 会觉得12像一些吧 然后 我确实昨天真的上了大师课 确实学了闽人 前两把一直在努力实验 效果不佳 但是我不放弃 再接再厉 分享一下我这把闽的三个人 好吧 我认为10号玩家定狼 我认为6号玩家定好人 我认为11号玩家定平民 结束之后对一下答案 然后呢 为什么要站边这张12号牌 是因为 1号玩家有点双重定义 就是 你又说 如果11号玩家投给12 那么11是真平民 是因为7号玩家在狼队 7号玩家教他发的 过一会就说 我觉得你12号玩家也是有独立 敏触他是平民的能力的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你第一个逻辑不就没有那么成立吗 所以我又觉得 确实像2号玩家说的有点宁吧 嗯 我11号里面 现在我想这篇章12号牌 好吧 然后 我听一下10号狼人的发言 看一下6号好人的投票吧 够了 5号玩家请发言 3跟2的发言 肯定三更像好人一点吧 毕竟点了这么多位置 不能都点队友吧 如果自己是狼人的话 那就听听6号玩家 看看6号玩家锦下的投票 以及听听10号玩家 还点了一张什么 11 我觉得小黑的发言 那是还可以的 因为1号玩家起跳 本来就是 嗯 锦上感觉是 没太听出来像 但是这很取决于 11号玩家的身份 虽然三说 你一定是定平民 我到 没没看你投票之前 我我也无法判断 好吧 只是因为我第一局 觉得你真的很明显 这把没觉得 但是因为刚才他说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把身份报给你 然后他 嗯 正常他说你是平民 你就应该有一个反馈 或者之类的 但是你还是盯着他的意思 我不知道是不是发对了 这个很取决于你 因为前置好像 没有人在打11号玩家 对不对 如果没有打11 我们把11单独拎出来 是一个好人的情况下 那么就去看他的投票 如果他去投给你 起码他默认了这个身份 那么我们再去听 如果11号玩家 底牌是平民 那么12号玩家 选择这么发言 和1的对比的话 我觉得12会更好一点 这是为什么我也没打 一定打2 因为毕竟这么听 就是12 更认真一点 发言 而且平时摸狼12号玩家 整活的那一面会比较多 他只有跟11的一个互动 当然如果11号玩家不认 12也可以说 他是什么 纯重拼命 OK的 OK的 没有问题啊 就很多方法嘛 就跟混子发到原家 也没有关系 直接盘谈是混子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的好的 那我景上就是这么听的 看看11号玩家 是否能坚定的投出内票 给我们一些信息 我们按照这个来去盘 因为11到时候也发不了言 他是你的精神 如果你拿到景辉 这边发言 我们只能根据他的投票 来看11号 就是12号玩家的面 是否更高 过了 5号玩家收到两个空头不计 一位是周法投的 另一位是阿迪 投送病留言 祝飞天小女警 萌萌C 圈圈加油 圈圈最美 好 7号玩家请发言 我刚才看那个超话 有Dum老师说 说我们上把发牌狼队太弱了 说我们这个 不是 这不就是纯看不懂 玩人啥点下班吗 上把狼队还弱 其实我们看上一把 其实就是狼队 就刀错了一个12 如果刀对了守卫 不就赢了吗 对吧 其实是可以赢 上把其实把真言家都扛退了 我觉得挺厉害 那避免这种 就是找不到守卫 这种情况 再发生 我就跳个守卫 我是守卫 我站边一号 然后但是我一定不会夜里守一的 我闭自首 你们就把一砍了 我一定不会守一 好吧 我就希望 因为这东西确实 我觉得玩 玩神牌没有必要老藏着 要不然狼人也找不着守卫 那我就跳 跳完之后 你们今天就把一砍了 我肯定不守 但我觉得他是 然后就 但我跟一号站边 然后 三号我觉得 不太好 因为你边都没站队 你哐哐哐 你点什么十号不好 什么六号 什么这 我都听不懂 你先把边站队 你他站的 他站的是谁 他站的十二号 因为十二号给十一号发 平民的说 但是看着十一号眼睛 想了想 就没有直接发 所以我站一号 我让我看一看 十二 三号 两郎 剩下的 不知道了 然后我就站一号边 今天就先出十二 好吧 然后谢谢头十 谢谢翔哥的花 然后谢谢 这花得明天才有 说是今天好像来不及了 还有周 罚的空头 我帮KS感谢一下 这个 lucky me 肥肥 是吧 好好好 那我过了 七号玩家收到 周罚的空头 加三远留言 JYYDS 然后收到 要详的花 并留言 不好意思 义父 刚才头十冒犯了 一还分票 太菜了 谢谢lucky 米肥肥的头十 我愿的十二是平民 12号玩家 不能是机械狼 12就是 几周不见 又开始躁动了 我愿的十二是平民 我不觉得你是 机械平民 会在这里起票 而且我觉得 你的身份 应该是发对了 所以一才会 给你砸叉叉 反正起码 十一跟一 是不见面的 所以我井慧流会 井上的话 我会验二号跟四号 井下六就看投票 我觉得十一不在小狼队 好吧 所以我的井慧流 会验那个 二号跟四号 验十二的心路历程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拿真院家 从来没有验过他 一次都没有 所以我就想验一下 验出来是个平民 我也就报了 我个人玩通灵师的玩法 我不太想藏着 而且十二这个位置 接了汉条狼的茶沙 七号 我也不想直接打死吧 井下听听七号玩家的 那个战边再说 因为七号毕竟上一把 也是井上打 那个预言家跟金水 是双狼嘛 说金水是刺客 对吧 这把再听一下 我不会井上直接 定死七十狼 当然如果七井下 还是要战边一的话 我就认为七号玩家 是狼人 井慧流二次的原因是 其实我井上觉得 三五的听感都还可以 因为三五 他们战边的是十二 虽然十二也不是通灵师 通灵师在我这儿 但是起码你们没战边狼 就都还可以 但是优柔的话 因为我上一版 没有听对他的身份 所以我想验一下 所以就是二四这么验 几下六看票行 我觉得十一 应该是好人 因为十一跟一 不在小狼团队 如果那个 因为如果十二发 十一的金水发错了 那一就知道 预言家产生在后主委 所以他的茶茶 就没有必要往十二头上砸 而是往后主委砸就好了 对吧 而且十二做这个操作 在狼队的视角很有可能是神牌 依旧不敢去查杀十二 所以我认为 一跟十一是不见面的 那我又不觉得 十一号玩家在这个板子 很有可能拿到机械狼 我就认为十一的底牌 应该是好人了 这是盘出来的 所以紧下去 只需要经验四号就行了 我会验二号跟四号 十二号玩家 还在干丝魔 别的就没有了 我验到十二是平民 过了 这个就烧脑了呀 但是小八号 其实我这把 觉得我跟你是同身份 因为你说有这么一个逻辑啊 你说咱俩都是好人 输了还是咱俩一起去看鬼片 那咱俩都是狼人 输了还是咱俩一起去看鬼片 如果我是好人 你是狼人 你输了 那多那太残忍了 那没人保护你了 所以说我看盘我的底牌 其实我就觉得你应该是好人 这是一个看鬼片这个逻辑啊 我觉得没有这么残忍吧 因为咱俩现在的确一次垫底 谁输谁赢 好像都会去看鬼片 但是我觉得这把难了呀 因为我自己是个好人 我肯定倾向于你是通灵师嘛 因为你这发的也太大胆了 但是不排除八跟十二 可能罗汉跳啊 什么意思 那一号加在中间就岌岌可危了 还是还是过 这发牌还是过分 我现在感觉七号又又是完了 又是狼了 那那那七号锦上什么 跳了个守卫 就站边一 诶 十二号玩家退水了 那我就有点想站边八号玩家 有点 因为我觉得十一号 你肯定是好人牌 那三号玩家也没那么像狼吧 七号锦上直接起跳一张守卫牌 是真的不是好 不是好事啊 什么什么上马没找到守卫 这把我跳出来给你们找找 可能是好人 那我自己是个好人 那七号玩家 做出这个操作 他歹是狼了 那他站边的一号牌 有可能是狼人 什么意思 四号玩家 你在锦下 你能投对票啊 你在锦下 我看你投谁啊 我觉得 你看三号玩家说了 三号玩家超级无敌 敏人大法 我是愿意听的 他说六号 钢铁好人 十一号钢铁好人的锦下 就是你一张四站的瑟瑟发抖 那你这票可 一定要投投倒勾啊 因为我觉得你是狼 你肯定知道答案 你把倒勾票投出来啊 我反正我是好人 我觉得 我跟八号同身份 所以我有点想站边八号牌 而且他是狼 他这个位置 好像也没必要起跳 因为十二一次身份发对了 发给十一 一次身份发对了 什么意思一号玩家 这汉跳通灵师 次次身份发报 这次干脆算了 直接往前这边开始耍茶 这意思 次次发报 次次汉跳 次次报 然后就听完发言就自报 今天就直接就开始往前面发茶 发茶 肯定不会错的嘛 对吧 那这这这怎么办 那我肯定投下一号玩家吧 我觉得八号玩家是同灵师啊 我自己是好人 我自己是十一也是好人 大铁狼 有人说你是大铁狼 你说说 你说说话吧 那我过了 十号 十号 打铁狼 说话 不就 哈哈 这是过年了 七号玩家 我是守卫 一号玩家 你是同灵 我不守你 过年了哈 挺好的 那个我对三号玩家 没有没有那个包容度的 因为他不是说 无敌敏人大法吗 你就得先死 你就死 不就完了吗 你现在要干十 你得越过七 对吧 你先把七干了 你再来干十 好吧 你往后笑一笑 然后又老师是这样的 就是我个人建议呢 点评别人发言的时候 不需要把他的发言全部再说一遍 然后自己再来一遍 哇 就等于是听了他两遍发言 没有这个必要 好吧 那答答呗 那个 八号玩家 挺 直接赶给十二 发平民 两种 呃 要是占面一啊 八要是个狼 那有可能十一 十一的底牌不是平民 所以八跳出来给十二发平民 有可能 有可能那个十二十一都在八号的狼队 所以八出来捞一手 这个十二想打个反逻辑 有可能啊 这边那个八一七就都走 那七号玩家就是挑拨了一件三十的关系 是吧 七号玩家的底牌 反正不是守卫 他绝对不是守卫 你不知道是好人还是狼啊 反正底牌不是守卫 那个听听吧 我几 我上几次是为了给一号玩家发茶沙的 实话 没搞出一点好人面来 那由于七号玩家的这个操作 我们就再听一听 好吧 八号给十二发的这个平民 那小黑 起 锦上的这个发言是什么 你发言我很难占 我很难占十二 因为你好像是在等着给十一说 你是一个怎么怎么样 对吧 我觉得 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十一号玩家的底牌不是平民 好吧 前日位的小九听起来像好人 七号玩家反正不是守卫 三号玩家 看看他景下 是怎么评价十号大铁狼发言的 二号玩家听起来像狼人 好吧 我觉得二号玩家这把有可能还是狼人 然后别的就没什么了 看看看看警察投票再听听发言吧 过了 所有锦上玩家发言结束 退水玩家请灭灯 仍在锦上的玩家有 一号八号 请锦下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四号六号十一号投给一号 一号玩家都请正 作业平安夜 一号请选择紧左锦用发言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吧 挺不错的 我应该怎么发言 我打几下投票的人 四六两张牌 我本来有一套非常酷炫的逻辑 但是这套逻辑底基于我没接到茶沙 我先把它讲了 假装我不是茶沙 我们听这套逻辑合不合理 比如说我是一个真的通灵师 这个时候呢 八号玩家起来给我发一个牌 我退了水 他想做的是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他是个机械猎人 他想出局 他才起来帮我跳 就如果我是狼的话 但我不是 他就只能是真通灵 逻辑应该听清楚了吧 他要么是一个机械狼枪 他想出局 他才救我 要不然他就是真通灵 只要大家认下我底牌是一张平民好人 那他就是真通灵 这个逻辑我相信 八号玩家平民点头吧 这套逻辑相当于沁人心皮了 有一点 那我就理清楚 因为季狼的板子本来有点难弄 因为八号玩家是 验出了我是一张好人 他才知道我是在互动 因为我这把得先上井 感谢投石 紧急着要跟十一号玩家互动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是我敏对的一张牌 我只能说你的票投的有点不太对 咱们不可能说两把一号玩家 都骗大家骗到了吧 一号玩家是开牌 就已经被七号玩家点爆的一张牌 然后他跳了通灵石 大家都把票投给了他 不可能上一把很统一 这把依旧很统一吧 我知道这把我好像是关键 叫什么破局的关键 因为我本人就是个破局 所以说直接就赢了 可以吧 直接就赢了 请这个一号玩家出局 发败张平民牌查杀 你弄我干嘛呀 可是我是一个平民牌 我怎么弄这个一号玩家呢 反正我大家所有人都说你还行 我就只能对话你投错票了 然后四跟六就没有办法了 比起来我觉得可能六号玩家更差一点 因为六号玩家的眼神中有一股杀气 在各个人盘逻辑的时候 他都透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杀气 我先点一下狼坑 四号玩家看你能不能往回游 咱们不是还有赌注呢吗 你再想想 六号玩家抵在坑里 然后七号玩家抵在坑里 然后三十里产一个嘛 我偏向于三号 那就是一三六七 一三六七 哦 越点越崩 越点越崩 还有一套逻辑 就是我如果跟八号玩家是队友 其实很多人都占编我了 for example啊 二号呀 三号呀 而且他们俩是听完了一号玩家的发现之后 选择有可能十二是那个通灵师的 所以如果我们盘八号玩家是大哥 他起来也不需要救我 因为好像有人站错了边的 这就清楚了吧 因为我是好人 就排除了八号玩家是大哥猎人 想出局的可能 他就是一张真的验了 我是平民排的通灵师 别的没了 请一号玩家出局 过了 那你是平民为啥要炸我的身份的呀 这又不是混子的板子 我不是平民 按时耿天的 是不是平民 我觉得就 我觉得狼坑就是三四八十二 九开个容错 八号是机械大狼 我觉得就是这样 不是 你这轮你发言解释了吗 为啥你要炸我的身份呀 你没有解释吧 你直接就点了个狼坑 让我感觉你更想出局 我觉得 我觉得牛肉干哥可能明 我不是张平民排 所以他起来去跳的 这是我觉得他跳起来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逻辑 我感觉 他可能就真的是像你所说的 机械狼枪 那也有可能你是 因为你这轮你这个发言 你太想出局了 但我觉得机械狼枪 我觉得八和十二就是两个狼 然后三四有一个 三四 三四九嘛 我觉得狼坑就是这样 我不觉得你作为一张 首先你现在是张平民排 对不对 其次你作为一张平民排 你起身 你去炸身份 如果说我是一张狼人牌 你给我发了个精髓 外之位 前之位这么多人认我是好牌 那你是相当于 在位狼人服务 把我这个狼都帮我引下去了 你这轮你发言 我是没有听到你对于井上你炸我的身份 做何点评 那八为什么会起跳呢 我觉得就是牛肉干哥 他可能明我不像是一张平民 所以他才起来起跳 这是我的唯一能想通的点 主要你是接茶杀的 你就退不下去 别的信息就没了 我觉得狼坑 在我这一轮听起来之后 我刚刚那一轮 我听二三又是开一个狼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 狼坑就是这么个狼坑 然后别的信息 我也属于前之位了 我站一 我是一张好人牌吧 对吧 然后八号牌 如果你真的作为一张通灵师 我没办法认课你 因为你的平民金水牌 他井上炸了我的身份 然后在你起来的时候 他退水了 就是说白了 如果你真的是通灵师的话 我是觉得你的面 是被十二压下去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不知道机械狼这个板子 会不会有起跳的 这种情况的发生 而且我觉得你就是想 正儿八经想起跳的 你说一句话 你说六号 他可能会骗你 但你觉得你会不会骗我 我觉得那你 你这轮的发言 你起来 你就是奔着起跳 拿井灰去走的 你现在跟我说 你是诈身份的 我就不信 所以我觉得就是八十二 然后井下要开的话 四六里面开 我更倾向于四 因为我对四号的数据库 他很少带井下 然后三号是我前之位听发言 又是跟着二号的逻辑点 跟上把一样去打的 然后去占这个十二的 先是移动逻辑输出 跟上把九号的状态一样 非常阳光 分享一下敏人 然后最后交一个自己的站边 这是我的信息 然后位置我觉得就是这么位 九号是因为 起身他站八了 因为他站的是我视野中的一张 狼人牌 所以我觉得九 我觉得就这几个坑 别的信息没有 我过了 十号呀 二三八十二 七爷觉得狼队太弱了 送你们个守卫 maybe maybe 小黑的表水 我是 因为你是个好人 你是一个被查杀的好人 你的表水怎么是 那我应该如何发言呢 那你是好人 你怎么想 你就怎么发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而且后这位 八的底牌是吗 是外这位的人 通过你的身份 你确定了你是好人 还是狼人 才能知道一和八 谁是谁是通灵师 谁是汉跳吗 对吧 我不太能接受 十二号玩家的表水 井下的六项好人 我还是觉得井上的 给雪儿个机会嘛 听听他发言嘛 反正玩你 我就堵死你 哈哈 发吧 可见发 实在劲 行不行 别的就没什么了 我是不太明白 八号起身 就十二的这个操作是什么 其实如果真的是一十二对跳的话 一号玩家不一定会一定不被推出局的 一号玩家是很大概率 有可能被推出局的 起码我 我在这个位置 我听完他发言 我叫他在送 我觉得他有点送 我是听十二不太像 但你跳完 我就一定觉得你在送 所以八起跳 我有一个建议 反正也晚了 不如打个双抱 朋友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 没有毛病 是吧 没有必要 天一号玩家在发言了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好了 打个双抱 然后 别的也没什么了吧 前面二听的发言 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二三八十一 但我觉得我有可能点不到四郎 那二三网外游一个 好了 听听 十二 十二 sorry sorry 收拾号码牌了 然后 来吧 刚刚表演一下吧 我过了 我也是没想明白啊 闲弟也没明白 为什么八号要起来就十二啊 因为现在十二是身份发对了吗 但是 那个事实是十二的表水的确不太过关吗 这是事实吗 那十一号聊的也是在点上 他说十二号那个发言就是要焊跳的发言 不像一个炸身份的 就说六骗明片什么什么 是我会被骗你那种 的确是 这个东西的确是 说什么狼腔 那个东西就远了吧 那一号晚上 那个啥 一号一号玩家 井上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我在听听 我在听听八号玩家的发言啊 因为你也知道 我井上站边是什么 三个字 看鬼片 对不对 谁知道这么残忍 那我这把作为好人 我要觉得你是狼 我直接把你打抱 送你一个人去鬼屋看鬼片 直接把你打抱 一点情面不带留的 那井上 井上呢 可能在听听 因为我觉得十二井下的发言 的确不太像好人 的确不太像 那十号玩家发言很奇怪 什么双爆是啥意思啊 什么啥要双爆呀 但是的确十二跟一对跳 一号不见得会被 这是钢铁的 就是八号没必要起来 就十二 而且十二给十一身份发对了 但是不排除八号觉得十二身份发错了 也不排除这种东西 所以我还需要跟进一下 井下的八号跟一号的发言 然后再去投票 我还是觉得七不好 因为他井上跳的是首位 因为他井上跳的是超级巫衣大首位啊 他肯定不是好人 七号一直在我这保持X片 非常下的一个那个身份啊 然后再听听八发言 我过了 这年头啊 我感觉我拿远家也好 通灵师也好 好久没吃警惠票了 好久没吃警惠了 不知道为啥 九是好人 十一是好人 十二是燕的平民 十号如果放以前的话 我就直接打你是狼了 但是我感觉你昨天喝高了 所以你这发言听着 确实也是有点有点 那个晕头转向 所以我不知道实际上 因为十号你井下你说 你井上觉得一在送 对吧 你觉得一跟十二 一不一定打得过十二 那你一跟八对跳 为什么会最后点了个 二三八十二的狼 你是不是要独立听一跟八呢 井下九十十一都出出了一个观点 说十二的表水不好 首先十二的底牌是啥 跟我们谁是通灵师没有关系 因为他有可能是个机械狼 对吧 当然可能性很低 其次我没觉得十二的表水不好 因为我不觉得他是机械狼 我井上就说了 我验的他是平民 他要是他要是机械狼 只能是个机械平民 那机械平民他就要么打冲锋 吃通灵师一眼皆紧灰 这么打是没有这么操作是没有什么收益的 我不能说他一定不是 但很低概率是 但其实 而且我也没觉得十二井下的表水哪里不好啊 他井下 你们试问大家坐在十二那个位置 接了狼的茶茶第一个发言 他守住一发言的平民 能发什么言呢 他最后狼坑也点了吧 该表的水也表了 该输出的逻辑也输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前之位说十二的发言不好 在我通灵师的视角 我认为他的发言没有问题 我认为是过关的 所以我不会盘十二是机械平民 今天信我呢就出一 你们信一就去出十二 还有一个点 十二号人家自己盘的 其实也不成立 你说如果我的底牌 如果是大了 是机械狼枪来救你 但是我救你的话 我不上轮次的 你发现没有 今天信一出的是你 因为一是茶 因为如果一是通灵师 你是茶沙 信一是出十二 信我是出一 我是机械狼枪 跳起来我不上轮次的 发现问题了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盘不通的 那你们那还是那个老老生常谈的问题吧 你们觉得我的队友 或者说你们觉得八十二的队友在哪里呢 十二号锦上发完言 一跟着发言 之后二三五 除了七号嘛 七号是跳守卫时候站一 对吧 他锦下还没给站边 锦下二三五都要站边十二 对吧 这没问题吧 锦下二三五都要站边十二 我呢 觉得不行 大家都要站边我狼头伴 我得起来给十二发个精水 然后十二退水了 完事我锦下一票没吃 是一票没吃 四六十一都没投票 那十一号玩家 我锦上盘过了 我认为呢 你跟十一不像 我觉得你跟一不像见面 那你不是小狼 我也不太觉得你是机械狼 我也说不死 但我觉得你不太是 那我劝一劝你 因为你对我的对话是 如果我是通灵师 你接受不了我精水的操作 那首先呢 十二号玩家 他在这个场上 他是有过操作的历史的 其次呢 他是一个平民 他这么操作的 确实我能置换到你呢 我能理解你对他有反感 但是我希望你把这个东西 先稍微往后烧一烧 因为我不希望你因为 对我精水的反感 找错了通灵师 这个事情是比较可惜的 你能懂我意思吗 就是十二 他我验出来他是平民 他怎么操作 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 他这么操作了 我是通灵师 我得尊重我底牌 我得报他的身份 我得履行我的工作 我今天要出一 好吧 那后织位的投狼票的 还有四号跟六号 我没听过发言 我就先不点 那个六号玩家 虽然很少在景下 而且这轮还投给一了 我心里肯定对你 敌一是很大的 但是没听过你发言之前 我不点死 然后因为现在 很少有什么 因为现在没什么人 站边我嘛 对吧 说白了 我们票是很少的 包括九号玩家 我认为景上 你去盘那一通 你就肯定 我觉得啊 你就不太能事了 但是上把 我确实也定错你身份了 但是我觉得 但是而且你没有必要通过 就是什么鬼不鬼票去站边 你就再听发言嘛 那还是那句话 你最后听一号玩家 你先听了我这一轮 你觉得我是或者不是 你心里有一个分 对吧 你听一号莫诸位 你也有一个分 谁分高 你就投谁 这总没问题吧 好吧 别就没了 过了 出一 七号玩 请欢迎 八号这一轮没有盘 他验的12是个机械平民 然后一号有可能查杀到自己的机械狼同伴了 这个没盘出来 我觉得八号就当不了通灵师了 所以今天就出十二 然后读女巫的事我就不管了 我是跟一号战变的 然后既然都看出我不是守卫 我就不当守卫了 但我相信守卫没有必要去守一 因为一号应该不太会吃刀 我感觉狼人不太会砍一了 反正今天就确实有一点是对 就是八号是机械狼 这轮次是一和十二 这还不如让一和十二对跳呢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一个什么机械狼枪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归我们考虑 因为八号这个位置 其实他只要能聊出来 他验的十二号是有可能是个机械平民 以及一号发茶杀发到了自己的这个大哥 所以这个能聊成我觉得还有面 但是他没有聊 他八号大概意思 就是说十二号这轮表情很好 一定是好人 这个我就不是很接受了 所以今天我会出十二 然后没了 好吧 那个一号反正手也不熟你了 你就你就留好自己的景辉留 我建议你验六 好吧 我过了 既然这样说的话 我就建议你一手直接验七 怎么说 验我真坏啊 过期是不是好人啊 好人可能性还大一点点吧 感觉啊 我自己首先编肯定是站编一号玩家 八号跳的是挺好的 就但是你跟九号玩家说的那个对话 就打分那个 我是这样说的 就是一号玩家等会假设 一号玩家可以跳得很好 假设是一个六十分 就是及格了 也没有很差 也没有聊到 也没有聊到 特别爆炸 八号玩家就算你跳一百分 你那边精髓是零分啊 没办法弄啊 你都没卖 这真的没办法 你很难 你没有办法解释得通你的操作 知道吧 我觉得八九十二 就纯粹 我觉得就是毫无意义的 我没理解啊 为什么 但是十二就只能是投你 以及赌半 他给你发 他不排 就像七号玩家说的一样 他只要不排你 机械平民 又点头 你完了 你必死 你必出去 然后景上 其实八的发言 我也是有听独立的发言 因为我觉得八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很难景会流流到二 二景上的发言 很难跟一号玩家成为见面的关系 你也没有去排 你也没有排过二号玩家 有可能是机械狼的事 二 一景上是 差不多是 已经开始 聊安天就开始嘲讽二号玩家 然后二号玩家 也给了一定的反馈 这两个人其实在景上 不太能成为见面的狼的 然后你是没有去索 索取到这些细节 我觉得 三景上 其实我的观感是 没觉得三号玩家很像狼 我觉得三还挺像 勇于表达自己的敏人 不管对错 我觉得都是一个 还可以的表现 我觉得是这样 鼓励得鼓励 然后十一又景上 听得像好人 九号玩家景上 我就听得像好人 所以坑其实 景下来是有点 因为四是投 我觉得是投对票的 他跟我投了一样的票 所以四号玩家不盘 到锅子 景下先往四也往后放 景上我听二 没听出来二号玩家像狼 所以坑 积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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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加了 四号玩家的早上了 我觉得 而且十的发言 八个人最对话 让我觉得十号玩家 有可能会是机械狼 然后你还说什么 建议打个双抱什么的 你会不会就是双刀狼 你们这跳的什么玩意儿 景上直接 景会落地 为什么要落地 直接给我一个双抱 我等会就啪啪 我就是带姿水 你们看看 带姿可以 什么一郎 砍三神 我带姿水也可以 有种种感觉 不确定 你自己可以一下 我反正 我后来可能也是在坑位里 因为我还挺上 我觉得二三去 给说十二挺上的 我觉得你在那个位置 你不太会说十二挺上的 因为十二当时对十一的 那个东西 那怎么会是通灵师 你是 这个很难有这样跳 跳那个通灵师的吗 我觉得很难有人去占那个十二 好吧 而且自己若是平民的话 是不会去给别人发平民身份的 因为平民已经少了一张了 还要给别人发平民 还不是去碰神去搞力度呢 你就说我现在十一号 你来抵白十一张神牌 但是我先不说 这是比较符合平民去炸身份的 我就幸福立成 然后其他没啥说 就头十二 读八号玩家 然后一玩家自己验吧 随便你想怎么验怎么验 好吧 别 你这个眼神就是什么 就是你 六七也不信任 六也不信任 你现在这个眼神就是 满世界都是在勾你呗 没有 你不 你不值得 你不配 OK 过 我的建议是六七顺验 这一位玩家井上说 我的手歪 反正我的手 井上我不是手位了 反正我不是手位 还有一位玩家说 坑位挤挤挤挤 他明明在旁边一直在 看我们这边 就可能是在鸣嘛 然后呢 我井上觉得十二和一对比 十二号玩家会好一点 但是要看十一号玩家井下 是否认自己为平民 这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有可能又有人垫 但是你垫 我也没办法 现在立马去站到 八的边 因为由于十二号玩家 这一轮的表水是 出现了一地的问题 十二号玩家怎么发言呢 然后讲了很多逻辑 因为我是一个平民 然后我说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样就可以了 所以而且我为什么说 他们里面可能会有一个狼人 因为八号玩家 其实是盘了十二号玩家 有没有可能是机械平民的 他说了十二号玩家 有否为机械平民 但是他说 我觉得你不是 你就是那个纯种平民 他是有盘 但是他们俩都说你 他们有盘 那我觉得我应该 不可能是听差了吧 因为刚刚发完言 他们俩 所以在这个点上 虽然十二 但是啊 那个十二号玩家 你的表水 以及你在六号玩家 发言的时候 你的表情反馈 我不认为你这把能是好人 所以投我还是我投十二 至于他们里面是谁在垫 谁是那个 这个就交给一号玩家了 对不对 我也只为游手 我也自然会选择自己的手的方法 别的没了 那这边坑尾肯定有 我自己好人 他们里面有一个坏人吧 这不可能是两龙 他们里面有一个坏人 然后这是井下投票给一的 我现在也没法打 然后九号玩家是好人 我听着 比较 当然上把骗到我了 某某骗 因为你的状态 真的很像好人 上一把 我只能说这把 我个人认为目前为止 到这发言九还可以 其他的位置就是 你们这挤到坑位了 肯定 好 过了 我投票给一是因为 井上听十二发言 就不觉得他是好人了 他先是跟十一对话说 看一下眼神干嘛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个平民 你是诈个身份或者干嘛的 其实没有必要有这样的操作 我觉得这个行为稍微有一点刻意 然后他往后之位说 我看看谁要跟我起跳 点了一下一 说你在故作轻松 因为你当时视角 你觉得谁跟你起跳故作轻松 为什么他 他不管是狼是通灵 他起跳都没有必要故作轻松 他可以很严肃的告诉大家 我的表情 我就是个通灵师 所以我觉得那一点在编 然后说谎的我就觉得是狼嘛 然后我觉得巴布式的原因是 他起跳以后 第一时间对十二号释放的不是 不是攻击性 而是 而是好感 他跟十二说验的十二是平民 然后说 就类似说十二号你不要瞎搞之类的 因为巴布如果作为一个针痛灵师的话 他应该他的视角里是 一十二一机械狼一小狼嘛 他第一时间应该觉得自己验到了一个机械狼 十二号 然后他说十一号应该就是那个平民 特别是他自己还觉得十一号还是平民 他却不觉得是十二号学了十一号 然后一号是那个小狼 他井上好像对十二号释放的就是十二号一定会退水 我当时看到的感觉是这样 然后我现在觉得可能是 然后八号为什么要起跳 因为十二号学了十一号他的狼队友 然后八号知道十一是他狼队友 所以知道十二是那个机械狼 然后一号验到了十二号是一个机械狼 所以是查杀 然后八号起来 跳起来以后说十二是平民 然后保了十一号可以做一下十一号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八十一可能是两狼 十二是有可能作为机械狼 学了十一的双刀狼 而且十二号退水了 其实如果八号能站下去出掉一号的话 十二号还能还能往后哨哨 对吧 然后我就把票投给了一号 然后我觉得七号也不是很好在井上 因为我看他的行为在井上很像电飞 因为他说我是个守卫 其实跟他没啥关系 他说他站一号的边 然后说了以后 他说三号不好 去观察了一下三号 我看三号的表情反馈 很像是七号在对三号对话说 我是守卫 你是不是守卫 看三号表情反馈 说他是不是守卫 我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看三号表情反馈 好像是我就是个守卫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七号 在要三号的身份 然后在井上在电飞 我是这个感觉 然后其他没啥了 我可能会站边一号 就其实一八分不清没关系 我觉得十二是狼 今天先把一十二当中出 我会出十二 然后免起来看看刀行 继续在那个聊就行了 我说好人啊 然后我就 我就三号挂身份过 那你都说我是守卫了 我肯定挂身份呀 嗯 对不起啊王哥 井上对我冒犯 我觉得一号玩家是那个通灵师 因为 因为小黑井下打我 小黑井下打了一三双狼嘛 但三号玩家在井上 是在一十二里面选择去站边 十二号玩家的 所以我觉得小黑 那个位置打我就不太对 而且他打的坑 也视角不太好 我认为十二号玩家发言是张狼 那么 八号玩家在听完十二的发言 没有去盘他是那么一张机械平民 反而说十二号玩家发言很好 我是不觉得你通灵师的视角会觉得他发言很好的 所以那就八十二是两张 然后但是我觉得圈圈这轮井下没有那么像好人啊 就是没有像我平时听的他那么感觉像好人 因为我的身份是你井上就给的 你井上听完我点坑 你就说你觉得三号玩家敢点这么多坑 应该不太能做成一张狼 但是你在听完前面一圈 保了一拨人之后 你说坑位要挤到我们这儿 可是挤到我们这儿 井上是你保过的三 你认的通灵师投给通灵师的人 那你就直接点二号玩家嘛 所以我觉得五号玩家在打这边的时候 有一点像在画范围去打人 不觉得五号玩家井下一定是个好人 我是建议通灵师可以从五号这个位置去入手一下 然后六号玩家 我抿的你是好人啊 师傅教的 但我抿完你好人 你居然没有夸奖我这门的准 所以这个点啊 就是刚刚就没有那么会觉得 可能自己出一点问题 十号玩家肯定大铁狼 敏他的时候百分之九十的狼 发完言 100%的狼 如果我是女巫 我一定赌你 好吧 同样的话送给你 就就没有了 我的坑就是这样子 我的坑是十二十八五 嗯 没了就这样吧 然后 请通灵师发言 过了 我是觉得就可以先按五八十十二的节奏去打 但是如果我验的话 我肯定会优先验十 因为一大验十是个好人 那肯定是收益最大的 但从现在的客观逻辑视角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十号玩家 你说你如果八不起床 你觉得一和十二比一号玩家 警商发言就是在送 那我的发言全都是在打一 那你是怎么会觉得二十三里面 三号玩家可以再渗一渗 二号玩家没啥什么 二号玩家就是老 你的视觉里 如果你是好人 你一定会挂到的视觉上五号玩家 为什么呢 因为五号玩家警商是这么做的 五号玩家警商说 我觉得二十三里 三号玩家应该是好一点的那张牌 原因是三号玩家应该不太 嗯 没电了 好的好的 不用摘不用摘 你把卖的店说完了 怎么可能 可以先用三号的 时间还在流失吗 哦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可以按五八十十二 嫁入去打 当然会去厌食 因为厌食是好人 收集是对的 但可能性不大 中间说了点 不但是说因为十是个好人 你一定会 视野里会 警商会 我开的三的麦 一定会警商顾及到这张五 因为五的二三的评价是 他觉得二三里面 三号玩家偏好一点 理由是三号玩家没太大必要 点那么多狼同伴 但是三号玩家警商的原发言 是我觉得六号玩家定好人 十一定平平 十号玩家定了 你就是说三号玩家 警商打了三张牌 只打了一张狼 五号玩家是怎么以 三号玩家是个好人的点 是因为他没有太多可能性 打很多蓝同伴 他确实也没打 他警商就只打了一张十 所以十如果是个好人 他的视野里一定是会进这张五的 因为五号玩家 保三的逻辑本身就不是特别对 而三号玩家又有警商 暴打你的牌 我又没打你 我警商打的一 你说八号玩家不起跳 一的发言就是送 那我打一有啥问题 所以我觉得厌 厌十是个好人的 就有可能五八十二是三个狼 然后六七里开一个 所以今天五号玩家开市 也说建一验六七 因为他开市 也知道第四个狼在六七里面 那我觉得没有道理去验六七吧 就是六七 首先如果你们认识 一是个原家 六七到现在为止 没有干任何的坏事情 发言也基本上就是占绵七的 对吗 不是发言也基本上就是占绵一的 然后十二号玩家 我个人认不下你的主要原因 是你警商 你对着十一号玩家说了一句 你说我这局游戏绝对不会骗你 那个研发出来 我觉得真的你是好人的操作性 就太为乎其为了 因为你是你说了你不会骗十一 你就一定是要认真起跳预言家了 而且你警下没有开出一个视野 就是十一号玩家 在我在你那个位置 我一定直接盘十一是个神 因为十一想都不想 直接一票飞给了一 你就会意识到 有可能你是个好人 操作出了最太大的问题 然后十一一跳神 你们这个团队有可能就会崩 但你警下好像没有开出这种特别强烈的视野 所以我觉得现在偏站边一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我过了 一号玩家 你翻译 首先 站对边的人才有资格跟我提建议 而且就算你们两个站对边 你们的建议我也不采纳 你们井上站边的是查杀 然后你说要骗十和三 女人之间的战争我不会插手 万一十真的是女巫把三弄了 我骗他尸体吗 万一三是女巫把十弄了 然后四号我着重听一下 我很少记笔记啊 你说十二学了十一是机械平民 我骗他是查杀啊 你说十二骗十一 然后他又这不管 我的意思是第二天八只要活着 我就认为是机械手 不用跟我说别的东西 八只要活着我就认为机械手 什么乱七八糟 他说了井上他认为我跟他焊跳 他有没有说 他说我认为我跟他焊跳 他是诈身份的 他会认为后面通灵是焊跳吗 我骗他是查杀 骗的狼人 然后我井上我都听不懂你们发言 七挑的是守卫 你们到底是不是守卫啊 我说句难听点的你们站不对 七告诉你们他是守卫 你们一般的情况 我就听听后面有没有 有没有跳守卫就可以了 你们本事大 你们把七说的自己不是守卫了 这什么意思啊你们是 那么七八应该是理论上来说 七八是不认识的呀 七跳守卫来电我 那守卫就在井下 现在都嗯了 他说他是守卫 你说他肯定不是守卫 他说他不是守卫 你就嗯有道理 你们到底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 三号说什么 十二五八 就是意思就是两个狼 另外两个你都不知道呗 是这意思吧 三号 二号是你的建议 我不采纳啊 我现在告诉你们 你们的建议不采纳 我骗六号 为什么要骗你你知道吗 时间错乱 说一下 你说你井上说 你听爸的发言一百分啊 你井下听他发言 他井上发言一百分 你平时我就骗你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 我是不配你道购 但是你道购 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就骗你 什么意思啊 我会去骗三号 我师父教的 他师父是谁 不会是你吧 我用四个字啊 如果你的师父真的他 我也不说你学的不好 误人子弟你知道吗 你看今天荣耀都被学成什么样了 就那么起状态 碎片拼凑狼 能弄到最后 现在荣耀本来以前是发言很差 所以是发言差的好人 现在是发言很差 状态上的好人 两千多个人 我也不知道你们今天在那边复盘什么东西 我就骗六 然后再骗五 六如果是神牌 六如果是神牌 我给谁啊 因为你们都没有说十一都有可能是了 当然没问题啊 你认平民 而且我就觉得你们后面都不讲道理 他都不认同龄师还说十一是平民 十一人家说了 我是平民 我感觉他这把就不是平民啊 因为他都不认同龄师 你们还要说十一是平民 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们都是什么意思啊 都是 我说我是同龄师啊 我先说好了 等会不要说我不是同龄师 我不承认八号玩家发言一百分啊 三分我都觉得多 狼坑一个都没点 而且十号说双爆 怎么双爆啊 他爆了 他爆了他爆了 怎么外自为那个狼爆 外自为那个狼 你叫KS他能爆吗 他也爆不了 我就怀疑KS是倒勾狼 就验你 验个六 再验个六九顺验吧 好记点 先验六再验九 五号 你别老是他们老打你是狼 能不能有点骨气 你发玩一八八八都打你是狼 就这样六九顺验 我八活着我就把机械守卫 我不管的 就这样过了 出十二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一号警长归票 到十二号期玩家再要到手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十一 八号十二号投给一号期所有玩家投给十二号 十二号玩家出局请留言 哎这局破局关键确实在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连续两周可能没有乱玩过了 所以大家数据库里一定我不会乱玩的 因为就是能坐在这个场上蛮不容易的 毕竟这周我是三天都在 我想说既然三天都在 那就玩一下 大家对我的发言是什么 是说咱们都是有回放的 一点点聊 他们说我是看着他发的身份 这叫汉跳对不对 我看完我判敏错 我给的平民 而我是干嘛 我说你是平民 我在看着他 这叫敏身份 听得懂吗 而且你们所有的发言是什么 一号玩家新技能 汉跳狼人记笔记 记错笔记 四号玩家发言是 因为十二是学了十一的双刀狼人 八号玩家怕这个狼队崩 所以起来给十二发了平民 所以他的狼坑是八十一十二 没错吧 他笔记怎么记得 说我是鸡血平民 一号玩家发言警上说了 为什么去验我的原因是 我十二号玩家不配拿到一张机械狼人 所以这是基调 你们为什么要求八号玩家 一定去盘我这机械平民呢 我就问你 钱之位我这个位置 你们所有人说我发言报答点在哪 不是发言内容 不是逻辑 是我起来嗯啊啊 我起来这个发言 本来警上就已经乱完了 警下我怎么盘出一套完美的逻辑 告诉你们我一定是平民 我怎么告诉你们 我只能说那套逻辑 没有一个人打我逻辑有问题 我盘了那个是不是这个狼腔 那个这个的 没有人点评 我只能说是你们听不懂 你们不能点评你们只能说 我不要罵了 我不要骂了 嗯 他那个警会留留的六 六号玩家未到春府先针 他留一个六 你觉得perfect 哦 然后七号玩家 他井上跳了首位站边衣 井下脱了衣服站边衣 如果一号玩家是个真通灵石 他会觉得七号玩家 是一张他团队里的好人牌吗 他不指着七说你到底要干嘛 你为什么又要这样搞我 为什么大家不仔细听发言 我认为王宝宝给我发了叉沙 咱们状态低一点 咱们出局乐呵乐呵 人家最近对我都挺好的 但是你们不能独立听一号玩家的发言 听不出来啊 这会儿都去报价了 听不出来啊 别的没了啊 这个一定要说我什么盘这个十一号玩家 上次我们是发崩了 我们只能指着九说 你是顺主拼一拼 这次咱敏对了人家就是穿着拼一拼 然后一号家说不不不你就是神 因为你投的不是 因为我不是同理师 他不投给我换者穿呀 这点说起什么 别的没了朋友们 朋友们咱们这边 稍微往回站站 因为七号玩家已经铺垫过了 说一号玩家这辈子不吃刀 我怎么不知道 你问怎么听不懂呢 一个同理师 他说他不收他 他不吃刀 他或者天亮 每天都活着 平民牌出去啊 纯主平民出去 为我的乱玩 给帮玩家道个歉 然后 那个 你们再去找外主人狼人 三个玩家再对话一下吧 这种女巫 说谁是狼 谁先说谁先得 你几天说 你铁狼 你到这毒他呀 人家说毒你 你现在说你毒他了 谁先说谁先得 人家就是比你七十强 行吧 要什么啊 人 好了好了 玩开心啊 玩开心过了 十二号玩家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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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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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2号玩家请发言 60个狼 80个狼 12是个狼 50开一个 60个狼 4就不太能试吧 对吧 4 6头的正确的票 4号玩家盘的 8 11 12 8 11 12是三狼 我觉得可能 我个人觉得不太成立 你可以继续盘 我个人觉得不太成立 因为11号玩家在景下 已经明确对于 他是平民 还是不是平民 给出了定义 他是个狼 在那个位置就勾死了 就不站12边就晚了 没必要对自己身份 给出进一步的定义 因为他给出那个 很容易对于自己的 那个造成麻烦 现在给6 算算是不是给6发插杀 2 4 5 6 那边呢 还不确定 是不是 不对 是茶杀 那边 11 10 9 7 6 这边4个嘛 那6是个茶杀 5和10开最后一个 全场都保的是那张9嘛 然后3号玩家 我自己是个好人 3号玩家 现在一次死在夜里 8号玩家 是一张一次吃毒的牌 那我就至少确定一点 就是 23里没狼吧 别的说啥 别的说啥都没有用了 23里没狼 我现在是确定了 对吧 所以聊过23里开狼的5和10 我肯定是进事业中 这边也没位置了 一堆人说 9号玩家是个景上 稍微有一点站错边的好人 景下他的发言 整体上也算自然 所以我自己是个好人 我肯定盯着5和10 我过了 听6间茶杀发言吧 10号玩家自爆 请各位拍摊横面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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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能够游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少了 简直去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个脏目 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毒的 然后8号吃的到 因为3号就很挂身份 他点的10号 10号自爆了 那我这轮我就出1了 我觉得1就是假的 过了 感觉好久没发言了 然后听了哐啰 后知位就一直在 一直在打我们这边 那就一又里面出呀 对不对 新6就把1出了 新1就把6出了 你听听6号发言 上一轮小黑一开始的表水 真的非常像狼人 因为很难盘 那个8号玩家是给1步跳的 那他只能是给12步跳的 那不就只能是8是狼 12是狼 1是通灵吗 但是最后12号玩家的遗言 也太精彩了吧 他前面要是发这个言 我不可能投12号玩家的 那他发言非常好 那遗言 所有的东西 逻辑 还有 不不说状态吧 就是怎么说 还是比较通顺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 我在夜间里也想了想 可能是我搞错了 好吗 那就16里面发发言 虽然我本身就觉得 67里面可能会有一个狼人 不然的话 我自己是好人 嗯 2号玩家 至于我本来定错过你的身份 我不知道你是本局的狼人吗 因为这轮你直接输了个过 因为我本身认为3号玩家 锦上跟2的发言 就是3号玩家点的位置更多 那么 狼人是不太会点外注的很多位置 只有好人才会点外注很多位置 因为他根本不怕打到其他人 因为他本身底牌就是好人 所以锦上我觉得3比较好 可是锦下的时候 我自己是好人 我又不能打到4 因为4当时还没发言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会觉得你们里面有坑呢 那天灵光浪或之位 是不是都是你们打的这边的位置 而且我当时去投12 还有一点原因 是因为1号玩家没打我 因为1号玩家完全可以根据那个发言 说那我也觉得坑位在这里面 我觉得他去 验6挺好的 我当时才去跟他一起出了12号玩家 那就16PK 我在里面投一个过了 1号玩家 你知道这个便宜是什么吗 这个便宜是狼人杀1.5 对狼人杀第二的馈赠 对不对 怎么说 我是守卫啊 我昨天守的1便宜 那10自暴不是只能守1吗 10如果跟1号玩家为同伴 他干嘛要自暴呢 这能懂吗 他拿着警惠 他不需要自暴 按照你们的想法 他给我发查查 他扛退我就醒来了 应该能听懂 这个扎巴眼睛是个什么意思 你想一想吧 一识两个狼 10号玩家是没有道理自暴的 只能是他这个发言生意 因为我看了他 他在说发言生意的时候 不是瞬间给的 他在思考之后 然后嘴角带着一股奇怪的笑容 那我看10自暴 我肯定无脑就守1了 就比较简单 只剩5号玩家了 对不对 因为我昨天发言的时候 我已经保过 我把9号玩家保了 2保了 3保了 4投票是对的 保了 11保了 7号玩家当时也没觉得特别像狼 其实是容错嘛 当时 坑位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听1号玩家 他不是两天验人吗 69 9号玩家是啥呀 我守卫 先跳了 过了 7号玩家 7号玩家 那我就不懂了 6号怎么不飙水啊 快说能守到1号 那我按照你说的 我没懂 为什么1号要这么玩啊 那他是通灵 他验了你是好人 他干嘛要这边发言 1号又不可能说这边4个 那边3个 他分不清 然后他故意 他拿通灵 验了你是金水 故意帮你查查 哪有这么玩的呀 我不理解 我不懂 那反正我 我信一是通灵 我今天出六 除非一会 1号说自己 就是分不清 哪边数多 那我可能再想一想 我不是 那这么玩的 不就是纯骗外这位好人吗 我没理解 这么操作意义 我听听1号怎么说吧 我那个6号 这轮也不飙水 还说自己守了 我的天哪 我就不太信 1号跟你发茶杀的呀 对不对 我觉得1号不会左右两边数都分不清 我听听1号怎么聊 我跟1号斩编 我认1号是通灵 好吧 我过了 9号玩家请发言 你这样 直接把你投分 这信你是通灵 80 12 三张狼 6号玩家是顺序上接的查杀 他说 你这个转序都告诉我是查杀了 但是我就是信你是通灵 我晚上就偏要顿你 天哪 那你16不肯定认识吗 因为6号玩家连1号玩家 故意 故意搞错 赚序 他都能帮1号玩家想好了 还跳了个守卫 6号玩家跟1号玩家 肯定不是两张吗 那10号玩家 16实施三张呗 那就搞错了呗 你搞错了 那我今天肯定投1 因为那 昨天那个赚序 6号一定是查杀 起身发言 起身发言 这1还没发过言 两轮这个高知卫赚序 6死说1是统灵 是为啥呀 他的传序就说了你是查杀 那你就不能站错边吗 你肯定跟他认识吗 还跳了个守卫 所以我肯定投1 因为我觉得 你想 你想八十十二十三张 八十十二三十一 肯定是独立的出来的好人牌 三号夜里中刀了 十十字爆 那你 你是给狼队友发查杀 所以十字爆呗 验六 验六是为了骗票 我肯定是投1 我肯定是投1 我不能接受1号玩家 两天不死 发了6查杀 6说 什么什么1.5对2的馈赠 我是守卫 你接查杀了 大哥 馈赠一下你 我守你 你说你发我查杀 我就要独守你 独守空城的你个人 我肯定投1 然后先投一投看 那个10号 那现在可能八十通灵师 十二十平民 刀三内刀 不知道 那七可能是大狼 七应该是大狼 那四号男家 你昨天聊的很奇怪 你编什么呢 台前不当 开始当幕后了 是吧 写本子了 开始当编剧了 是吧 十二是双刀狼 八十一是两张小狼 这种东西都能 你下次你学到双刀狼 你也起跳一个 我看看 给我掌掌见识 下次你拿机械狼的时候 头肯定是头1 因为六接了查杀 他说他就守卫 守了1 这搞不了 搞不了 肯定投翻1 我过了 11号玩家请发言 就是过调 听1号抱怨人 这个顺序 应该就是六查杀 那就只有六一张牌了 如果说 就听过调 听1发言 1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 一些最基础的东西 跟你们盘一下 首先我让六千发言 我就想让狼觉得六十大哥 懂吧 因为六十守卫 我验的 现在场上只有一个狼了 我昨天验了七十平民 好吧 等会女巫就自己投一下自己 然后那个女巫就自己投一下自己 平民压首 我去验就好了 我就跟你们说一件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你们不是守卫 你们不是守卫就不能投票 懂吗 因为刚才那天是平安夜 能理解吧 你是守卫 你就投六 我来再验一个游戏结束了 十二是我的查杀 八是独掉的狼 十是自爆狼 这个是游戏规则上面的问题 现在很简单 现在六说他守了我 我说我验六是守卫 你们不是守卫就不能投票 游戏规则是这么定的 因为你们你们要告诉我们 那个平安夜是怎么来的 能听明白吗 没有 我为什么要让六先发言 因为我想让那个狼自爆 那关键狼也还真自爆 以为六是双刀了 狼自爆了 这个能听明白吗 因为这现在我知道女巫 就算三砍出去是女巫 那么守卫和猎人都一定在场上 猎人你就自己投自己 我再验一个就完事了 我就验你五 当然如果六号等会你自己投 投完之后 因为我很怕 其实我随便投 我就白五投了 因为你这一轮还在划水 划得很厉害 你起来都不攻击二 你说你站错队了 那我是狼 七十狼 六十狼 那还有的狼是谁啊 第一天我们扛推了平民 第二天预言家吃毒 三是我们砍出去的 你们数学会不会算 那么场上得有四个狼 我就很难理解 就是能够说出我 今天我不是通灵师的人 都是什么人 我都盘一盘 等会儿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对啊 是说我不是通灵师的人 是什么人呀 第一天验的平民 第二天 那个通灵师吃毒了 对吧 第三天我杀了一个三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哥 没问题 不好意思 我没把自己当人嘛 因为我通灵师 别的没有了 就投五嘛 因为没有双刀狼 都没有双刀狼 对吧 没双刀狼 有双刀狼就双死了 七十那个通灵 机器那个机械平民 也太废物了 井上跳个机械 跳个守卫 过来为我号票 我对七号真的是有恐惧 你知道吗 然后别的没有 我就最后再说一遍啊 你们只能在七号 四五里面投 啊 猎人我也搞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跳呀 猎人人呐 猎人老夯呐 人呐 这样我就先投个五嘛 游戏结束就结束 不结束 我就验一下 因为他最后打了十 十是小狼的话 二就放一下吧 因为他喊过的 我就验个四 验个四 验个十一嘛 就这样先投五嘛 五是猎人 你就自己开枪 如果你你出去认守卫 游戏不结束 你认守卫 我等会再推六 好吧 反正就只有一个狼了 就这样 你等会看我死了 你们不会说我自刀吧 因为他说他守过我了 对吧 等会我死了 你们别说我自刀 你们盘下场上有四个狼 四个 最少有四个 知道吧 十是我狼同伴会自爆吗 我都给守卫丢查下来 他自爆 就这样 过了 先投个五嘛 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一号警长归票 五号 其玩家再有到事 我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一号 二号 六号 七号 九号 投给五号 四号 五号 投给一号 十一号 投给九号 五号玩家出去 有细极数 好人真因获胜 你是什么了 那个八是机械狼枪 然后因为他知道 十一是枪 十一已经警察 明说了 因为他知道发错了 所以才有总跳的 他肯定是这个人 十一警察就在跳枪了 就明明告诉你们八 肯定是机极吧 本局有细 好人真因获胜 给大家分一下盘 本局系狼人为 五号 八号 十号 十二号 其中八号为机械狼 八号玩家学习的 十一号 猎人成为狼枪 守卫为六号 预言家 通灵师为一号 女巫为三号 猎人为十一号 二四七九 为四张 平民牌 六号守卫 守夜选择空手 狼队阵营 击杀二号 平民三号 女巫选择开药 姐姐有形成平安夜 一号通灵师 查验十二号 为狼人身份 八号 机械狼 学习到十一号 猎人 成为狼枪 井上竞选环节 一号 真于通灵师 当选警长 第一天 白天 十二号 被查杀的小狼 被攻投出局 第二天 夜晚 六号 守卫 选择自首 狼队阵营 击杀三号 女巫 三号 女巫 开毒 八号 汗跳狼枪 一号通灵师 查验 六号 为守卫身份 第二天 白天 十号 狼人自爆 第三天 夜晚 六号 守卫 守护一号 通灵师 狼队阵营 击杀 一号通灵师 一号通灵师 查验 七号 为平民身份 最后一天 白天 五号 小狼 被攻投出局 游戏 结束 好人阵营 获胜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局 然后今天确实有点晚 我们一会儿有总结 大家先不要离开 我们可以给代表点点关注 点点赞 然后那个没有粉丝团登牌的 可以记得给我们加一下登牌 然后跟那个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下 我们稍后会公布一下本周的积分 我们本周看孔病就不直播了 我们会采取录播的形式 然后具体的那个视频 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观众 所以大家记得关注竞争大师赛 好吗 你给他 你给他发个女巫 给你发女巫会不会好一点 给他发个女巫会不会好一点 我不想要交外巫会不会好一点 我不想要交外巫会不会好一点 你可以给他发女巫 你可以给外巫会不会好一点 你给外巫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你已经找到枪了 你直接点一个 我验了一下手位 我验了外巫会不会好一点 那就是外巫会不会好一点 他上了一个手位来上次的 那我不想交外巫会不会好一点 那我不想交外巫会不会好一点 给代宝 给代宝 让代宝跟大伙聊一会儿 就 ballet 在会儿 bad 和我��만 他们给上袖 事件来等 都可以只好解离 对 します 内巫gado 坚硬 好像 当然 一位 但是 一位 事件把 我们лайн 有